那到了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 今天我们当然要回顾和总结一下 今年的娱乐圈可以用风起云涌人才被出来形容了 华语电影票房被捉妖记刷出了24亿的新纪录 而夏洛特烦恼和《我的少女时代》等电影又扮演了颠覆者的角色 电视剧领域狼牙榜伪装者打造了横屏的荧幕兄弟脸 胡歌近东王凯的人气简直火到了没朋友 那么在迎接新的一年之前 不妨就跟着我们的节目来回顾一下2015年娱乐圈的那些风云人物 那首先要说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胡歌了 要问谁是2015年电视音频上谁最火呢 恐怕胡歌若任第二没人敢认第一了 那今年由他主演的民国谍战悬疑剧《伪装者全国收视第一》 古装传奇剧狼牙榜树立了国产古装剧的全新的标杆 而都市情感剧《大好时光》也是引发了全民的热议 一起去看一下 登顶收视冠军 全媒体调查好评率90% 公众影响力超过200万 年度娱乐影响力人物胡歌 影响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工作上我会借交借造 在生活上我会谨言慎行 以此来保证并且保持我的影响力永远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 2015年开启平霸模式的胡歌 从小就有极强的镜头感和极好的观众员 不幸的话我们一起看看胡歌当年的青色模样 要不要看看胡歌当年做主持是什么样子啊 来请看大屏幕 我叫胡歌 我衷心的希望能与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成为知心朋友 嗨同学们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阳光少年相会 暑假呀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天了 今天呢我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们到热带风暴去逛一逛 我从开始下来到爬起来的眼睛就没睁开过 然后就觉得一下子水就潸不上来了 我觉得我没有做主持是正确的 选择了一个相对容易一点的职业 这话听的爽吧 他说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容易一点的职业 你觉得这个职业容易吗 我觉得他还好选择了做演员 为什么 否则中国的影视界少了一颗实力之心 真的这话是真的 有什么要对在这两部戏里面和你搭配搭档非常好的王凯和静东说的吗 第一次合作是在狼牙榜 第二次合作是在伪装者 第三次合作是在未来的所有的日子里 虚拟在线总科报道 一只要一只要做方案 第三次合作是在参加紘 五次合作是在线总科报道 第二次合作的